一刀斩断生死路,从此阳关变奈何 中国古代的柜子手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职业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 柜子手不仅是执行死刑的执行者 也是法律和道德的复杂交织者 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着独特且复杂的角色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令人毛骨悚人的职业 如果你认为柜子手有膀子有力气便能干 那可大错特错了 柜子手这个职业有着严格的失诚关系 首先想要成为一名柜子手就要扮一名老柜子手做师傅 得到失诚关系才会获得官府的批准 有资格成为一名柜子手 有的柜子手甚至是紫橙副业 其次是柜子手的技术要达标 师傅才会让你出师 柜子手的技术在中国最常见便是斩手术 据说锻炼斩手术的时候 师傅会先拿出一颗画了黑线的冬瓜 应许者需要不停地砍冬瓜 直到能一刀将冬瓜沿着锁化黑线劈开 而且冬瓜不能溅出汤汁才算过关 这还不算完 紧接着师傅会不断缩小被砍物的体积 直到最后将香点燃 一刀下去消灭而不断才算大成 这些还都是斩手术的技术 如果官府需要特殊刑法 例如林池这种刑法 那这些以杀人为生的人 便会将杀人变成一场震慑人心的表演 死刑法将会在小刀慢慢切割下 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 最著名的林池刑法 是对清朝官员梁夫转的处决 这场林池处决整整进行了三天 创下了三千刀的林池记录 这就要求柜子手不仅有极其精准的刀法 还要有足够的解剖学知识 除了这些身体能力 刽子手还要有足够的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尽管如此 还是有许多刽子手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刽子手作为以杀人为营生手段的职业 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心理健康 设置有一系列标准的流程和规矩 首先是行刑时间的选择 中国古人认为四季与天道息息相关 春夏是万物萌生与成长的季节 在这两季行刑有为天道 而秋冬两季是收割和败露的季节 在此两季行刑顺应天道 所以犯人不管犯了多大的罪过 也会秋后问斩 其次是一天当中的时间选择 中国古人将一昼夜划分为十二个时段 每个时段两个小时 这十二个时段每个时段对应不同的气 而五时是其中阳气最上的时候 被行刑的阴气会减弱 所以会选择一天当中的五时进行问斩 此外在刽子手行刑之前会确认犯人姓名 并将犯人带去与家属见面 以免发生姓名相同而被误杀的状况 其实刽子手行刑并不像电视剧演的一样 一个人拿着鬼头刀上去直接斩杀 这些犯人虽然被绑 但依然可以扭动身体 如果一刀不中 或者犯人没死 不仅是一件麻烦事 刽子手也会被耻笑 大多数刽子手行刑时 为保证施行的顺利 会有两人配合 一人在犯人前方进行诱导 而真正的刽子手会从犯人背后悄悄的上来 然后趁犯人没有发觉一刀毙命 除缺这些行刑的程序 使刽子手这个职业也会有一些职业规矩 比如杀人之前 行刑者不能与犯人有眼神交流 其次 行刑之前 刽子手会为犯人一碗白酒 不管犯人喝不喝酒 行刑之前都会将酒外摔碎 而刽子手自己也会喝上一口酒 再喷到刀上 刽子手这酒一般都是自己所配 这些配料包括童子尿 乌鸦血 露水 黄牛乳 蛇果 各个都是民间能够去鞋去婴的材料 以保证犯人的运气不会缠到自己身上 最后再拜祭天定和鬼神 古人认为 人之阳寿自有天定 刽子手杀人是夺天地之权 所以为保心安 须祭拜天地 同样 鬼魂四掌鬼魂收归 所以也需祭拜 干完这些 刽子手在行刑之后 也有一些规矩 比如在杀人之后会前往衙门复命 在回衙门的途中不能回头 更不能与人交谈 唯恐犯人死后怨气发现 到达衙门后 会有专门的牙医拿主板拍打刽子手 将刽子手身上的煞气打掉 这也被称为打煞 其实这些规矩都是从各个方面去减少 刽子手的心理负担 以保证刽子手的心理健康 在一般影视和小说当中 刽子手通常会有很高的收入 或者比一般百姓收花的多的生活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这就要从刽子手的收入构成说起 刽子手的收入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主要收入 也就是执行死刑的工资 刽子手的这部分工资 不同于一般的牙医的工资 并不是每个月都发的固定工资 刽子手的工资更像是现在的绩效工资 或者说是流水线基建工资 这部分工资 根据每个朝代的不同有很大的区别 据中国最后一个刽子手 邓海山奖清晚期 每杀一个人工资是四块银元 那时的百姓可能几个月都不会有如此多的报酬 可见这一笔收入十分可观 但是这笔收入会受到两方面的限制 一是受季节因素 刽子手执行死刑只在秋冬两季 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 其余时间没有死刑便不会有收入 第二则是规矩限制 一般来讲 刽子手删案数不能过百 最多99 不然会遭到天谴 不过也会有刽子手贪图钱财不愿收手的 比如邓海山 他直到清朝灭亡废除斩首制度时 他就已经执行了300多犯人的死刑 其次就是红包收入 可能有的人会有疑问 刽子手执行死刑和犯人如同仇敌 哪会有红包收入呢 其实不然 刽子手红包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犯人家属 犯人家属 希望刽子手能干脆利落 以减少犯人的痛苦 通常会包一些红包塞给刽子手 另一方面则是犯人的仇人 一些犯人的仇人 希望被刑刑人死得痛苦一些 不惜花下重金 你买通 刽子手不会一刀必命 以达到折磨犯人的目的 除去这些 一些刽子手会在春夏两季 做些其他的活计 或者工资拿出做些买卖 这些人很多选择做屠夫 卖些猪肉 或者开酒铺等等 不过大多数刽子手 并没有什么理财观念 因为早期过惯了奢侈的生活 退休之后 仍然花钱搭手大脚 很快就将储蓄挥霍一空 导致最后穷困了倒 甚至饿死的也不在少数 就像邓海山晚年 便是没了生计 颓废半生 而百姓又将这种情况 定义为杀人过多的报应 其实刽子手这个职业 到现在不过是换了个说法 继续存在而已 而今天的种种行星手段 不多或少的 也带有当时的一些影子 比如枪掘时 执行人不止一个举枪 通常都会有三四个 多的达到八九个人 都会有可能 而其中只有一到两个人 枪中有子弹 这些手段 也都是为了减轻 执行心理负担 只不过包去了封建的外衣而已 刽子手这个职业 见证了无数恶徒身手异处 帝王将相引颈带路 已有无数冤魂倒在其刀下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 又有多少血色的隐秘 藏在那把鬼头刀下呢 我是青年路11号的绵绵兵 关注我 带你发现更有趣的世界